但是老铁们,我们要知道承认别人的优点很容易 承认别人不存在的优点很难 哈喽大家好,我是常烈 这几年,歪屁股公知和造谣洋媒体一个个倒台 从满嘴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顶流美籍公知高晓松落幕 到那些张口闭口,日本核污水能喝 美国空气香甜的二三流臭公知被群潮 再到反华造谣洋记者在华洋公知 洛杉矶时报记者苏以安 BBC记者沙雷 德国之声记者马迪亚斯·比林格 经济学人记者斯蒂芬尼斯·杜德等人 在造谣过程中接连被人民群众抓到现行并被曝光 在舆论的聚光灯下,时代的变革 没有给这群兴风作浪的恶人留下丝毫的情面 这一切都在告诉世界 丑华反华,忽悠中国人民 以遏制中国复兴的罪恶勾当 挑唆中国人民感情 以扰乱中国社会稳定为目的的 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人民坚信的是正道的光 坚持的是邪不压正 信仰的是家国情怀 追求的是国泰民安 在这样坚定的信念与信仰面前 几句胡乱的鬼话 撑死就是掀起个小风浪 到头终成笑话 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些难缠的歪屁股公知和反华洋记者背后 有一波庞大的势力在助推他们的前进 早在2021年上半年 美国政府官方公开了对华舆论进攻的三亿美金计划 暗示将进一步从新闻舆论 培养歪屁股公知的角度 对华进行舆论围堵 到了10月份 美国中情局更是大肆招募对华特工 要求入职特工掌握普通话的同时 兼备粤语 上海话 客家话等方言技能 可见敌人一点都不想让我们好过 君正平工作室对此发声 国家安全工作不可松懈 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唯有相信人民 依靠人民 需要朝阳大妈 也需要捞同渔民 打一场反间谍的人民战争 才能让间谍寸步难行 无处遁形 君正平是谁的账号 不用长脸再科普了吧 老铁们 间谍的种类分很多 那些满嘴歪理邪说的臭工知 本质上是文化间谍和舆论间谍 不过 明变是非的中国人民早就看透了一切 有美国背景的回行证 被自媒体曝光从事幕后卖国的勾当之后 被全网封杀 有美国资本背景的科学松鼠会 大象工会 先后交替发布洗白日军侵略历史 攻击国家建设功臣的内容 引发人民群众凤凯后 灰溜溜的逃窜 满嘴都是历史虚无主义 为法西斯主义唱战歌的高晓松 参加读书会直播的过程中 被群众骂到停播 我就立即被拒绝 好 这是你的原因之一啊 这个支持的 你继续吧 你正好你是反方立场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不必要这么强推着读 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说 你要去读明著 人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还是蛮逆反的 如果是被外界一个巨大的压力 说爸妈说老师说 寻寻善诱的跟你说 你要读明著 你心里面的那个劲儿就 就会拧着 反正这是我个人的那个经历和体验 但是反过来说 我是觉得名著这辈子 你其实是绕不开的 如果你最终 产生了阅读兴趣 你读着读着 你还是会归到这些类里面来 因为它毕竟是好书嘛 所以我觉得不必 在人很年轻的时候 就强迫他们去读明著 但是应该引导他们 得什么看什么 因为我觉得 在明著 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些 黄黄明著的时代 其实 人读书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因为你要找到这些书 并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 你真正的成本 是你的 是你的这个时间和经历成的 就是你有那么多信息 你怎么去选择的问题 前面小松有一个问题 虽然没有问出来 就是你今天到底是看手机的时间多 还是读书的时间多 我觉得肯定是看手机的时间多 这个别装了 这个 这个无论怎么样还都 除了卖家老师之外 我觉得有很多真正的读书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刻意 屏蔽手机 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要拿起手机 其实也会看手机的时间多 然后就刻意把自己给屏蔽掉了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 不必要 年轻人去一定要读名著 只要他有好奇心 他有阅读的欲望 他对这个世界有探索的那个求知欲 慢慢慢慢他就会 就会就会就会转回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我愿意站在反方立场 虽然是因为为了造成一个均衡 我站在这个立场 那我想从这个角度去说 好我们北京都说完了 那我接着说吧 我说完之后史航老师 老铁们 看见人民群众觉醒 他们是恐惧的 而似乎是因为嗅到了什么味道 顿觉风向不对的网络抽公知 开始偷摸的转变了风向 我们观察到 网络上又出现一种奇特的公知言论 你们现在的好生活 要感谢公知和洋媒体 是公知和洋媒体不断的鞭策 给你们带来了美好的日子 这也忒不要脸了 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社会福祉 是热爱祖国自信自强的老百姓 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 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 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不是靠几个从洋媒外的 腿骨缺盖的 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的臭公知 满嘴瞎说八道 忽悠出来的 还是那句话 黑心的畅衰不应该等同于激励 敌对的抹黑 更不应该被美化成鞭策 公知们满嘴的歪理邪说 不应该被赞美成 共和国成功的助推计 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 可以感谢敌人的反对 感谢这样的酸臭反对 让我们认清了现实 努力奋斗 但这绝不等同于 我们要感谢敌人 敌人就是敌人 坏人就是坏人 哪有把敌人和坏人当成恩人的糊涂事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到我家祠堂里撒了泡尿 我还要给你说感谢老铁的恩赐 洗礼吗 这是脑袋尽了多少岁才能得出的歪理 感谢苦难 这是人民艰苦奋斗 苦尽甘来的情感释放 感谢敌人 这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叛徒 使坏失败之后 最卑贱的自我安慰 今天的互联网上 有公知群体将批评他们胡言乱语 定性成 不虚心学习 将我们要自信起来取解成 夜狼自大 这是典型的诡辩式的糊弄 这样的公知 不仅是单纯的伪哲学精神病 更多的是精神扭曲的坏 很多还是收钱办事 没有人说 不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的地方 我们学习教育新国 科技强国 我们学习包容开放 勇于创新 欧洲 日本的农村环境 比中国农村环境 还是要好许多的 我们要学习美国的芯片技术 全球第一 我们要看齐 德国的汽车工业发达 我们要借鉴意大利 和法国的品牌营销的能力一流 正所谓 各有千秋 学人所长 必人所短 才能完善自我 但是老铁们 我们要知道 承认别人的优点很容易 承认别人不存在的优点 很难 美国没有免费的医疗 欧洲也不是天上人间 日本没有满地工匠 德国没有超级下水道 跪地乱舔的奴性的滋生 没办法让民族强大 更不是社会进步的燃料 真正的进步是 我自信 我可以 我能做得更好 而不是你啥都好 我给你跪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 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扯那么多忽悠人的鬼话 想必他们 没几个人 是单纯的 毕竟大家都很忙 谁会天天 闲在网络上 费时费力 造谣车祸 那些成天阴阳怪气的 满平张牙舞爪 要向敌人致敬的 不少都是有五十万身份的人 对付这些人 我们不能一味的讲包容 要让他们尝尝 社会主义铁拳的厉害 就像君正平发文说的那样 我们要打一场反间谍的人民战争 让他们寸步难行 对付这些人